有很多品牌的歷史和故事 現在很多品牌都會說是故事 說一個品牌的歷史和故事 從而可以令到消費者 理解到品牌背後的價值 和它代表著什麼的意義 真正的品牌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它本身要很有來限 品牌和銷售和商品 和商品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行外人很容易把這幾件事放在一起 因為在很多公司裏面 會將這些部門或者他們的功能 是同一個同事負責 不過品牌是一個很長遠的策略 亦都要本身在品牌裏面 有一個深度的價值觀 才可以完全發揮出來 而銷售和銷售就是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技術 它會為了某一段時候 某一個廣告 它要去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增加營銷的效果 那些就會更多銷售和銷售 而銷售又是銷售和銷售的其中一個技術 所以又是另一個範疇 雖然在很多公司裏面 這幾個功能都是同一批人負責 人才在這方面也會有很多混淆 因為銷售的人又說自己在做銷售 廣告的人又說自己在做銷售 所以是否真的有些很專門去想銷售的人 在我們這個市場 尤其是香港 我想現在是有點短缺的 銷售這個行業 一定是向好的 因為現在一個很數碼化的年代 大家都不夠很多資訊 不夠時間去了解太多深入的東西 所以一個品牌做得出色 品牌本身的價值 就是給了消費者很快有信心 很快願意花多些錢去買一個品牌 所以每一個品牌 重視品牌的機構都知道 這個可以說是最值得投資的方向 所以長遠來說 品牌絕對是香好的